第388集 黑帝朝西藩在淹水天的手里居然镇压不住,方寒收取了融入自己的黑帝水黄钢器之中,淹水天的实力就会减弱,不过方寒自然就要弥补回来。 糟糕,结束啊结束,怎么会这样?这人的法力恐怖啊,无限恐怖。 他突破了境界,为什么就算是突破到了造物境界,也不可能有这么强横的法力? 他现在的法力几乎可以和戒王境的修饰媲美,天哪,戒王境在我圣光帝国也是一个亲王的爵位。 怎么会这样?这样的话,我们真的葬身在这里,没有一点希望了。 天哪,真是天王我等,居然捧到了这样一个怪胎。 护住三皇子,三皇子是我们帝国的希望,我们就算是舍弃性命,都要维护他的安全。 此时此刻,在那三皇子身边仅存的三大侯爷都发出了绝望的声音。 三皇子身边的九大侯爷被方寒杀死了六个,现在还在接受永恒的煎熬,只有真武侯、战武侯、治武侯还在苦苦支撑。 而三皇子身边的悬下悬鹰一男一女,在保护的时候,也身受重伤,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,已经是气过油丝,随时都会被杀死。 那些三皇子的奴仲,不死之身的高手,万寿静的巨头,身体一个接一个的爆炸,是被方寒的法力波动给震碎的。 方寒的身体,此刻已经膨胀到了十万丈高架,条条手臂,横贯虚空,似乎要把仙界都抓穿。 这种情景,就好像是毁天灭地的魔神从远古中苏醒过来一样。 三皇子,你现在还能够有点机会吗? 方寒居高临下俯视着三皇子,脸上显现出了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笑容,随后三千只手各自截出法印,狠狠地抓涉下去。 真武侯,智武侯,战武侯三大侯爷,身体抵挡不住,立刻破碎,被方寒直接抓在手上。 血肉,空间法则,时间法则,各种法宝,全部都落入方寒的掌握之中。 三大到了昼光镜,明误时间法则的人物,居然就这样被杀死,被方寒一把彻彻底底地抓死。 这三大人物,放到天地宇宙之中,也都是巨情大人物。 如果方寒是仅仅普通的造物镜,也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三人联手。 但是,现在的方寒,力量上接近一兆,单单是这力量就可以让应千天苏绣一度喊言。 三大侯爷,所有的精气,在方寒这一抓之间,全部射去。 那些空间法则,时间法则的精体,经过方寒小宿命树,炎地火龙顶的净化,直接打入了烟水天的身体之中。 烟水天在这一刻,差点是昏了过去,方寒却莽得一口元气喷射了出来,把它保护住,送入黄泉途中。 我在黄泉途中,加速时间,一个呼吸,就是一年。 你可以安心参悟这些空间法则晶体,时间法则晶体,苦修多年,超越境界。 而且,我已经闭关了三千年,参悟了水之极致,也在荒神之池的丹药房里,找到了一些对你有辅助作用的仙丹。 你服用下去,修为更快。 好,方寒,有了空间法则晶体,时间法则晶体,我必定会修炼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 以后,掌握太一门掌教之尊大权。 烟水天洗道。 一把烟水天送入黄泉途中修炼,方寒没有做丝毫的停留,再次向那惊恐不已的三皇子抓了下去。 三皇子的脸上显现出恐怖的神情,已经是束手无策。 面对这样恐怖的方寒,他就算是再次提升境界,也没有任何用处。 方寒突然之间突破,降伏黑地朝西翻,力量接近一兆。 已经不是他所能够望其向背的了。 但是,就在方寒突然抓涉而下的时候,三皇子的影子突然消失了,连在他身边的一些奴才也都凭空消失了。 这是什么? 方寒身躯微微一震,毫无征兆的三千手臂,三千魔眼都缩了回去,变化成本体站立在星空之中,向某一个地方望了过去。 在他眼中,空中出现了一个身穿金色衣服,肩膀瘦削,面容阴沉,一双眼睛在眨洞之间泛着淡淡金色的男子。 这个男子四人四腰四身四魔背后出现一个淡淡的漩涡,稍微一动,那漩涡就可以把整个天地世界都带得震动起来一般。 借王靖的高手,方寒心中一震。 弥天大圣,你说那方寒如何厉害,又是一个可以媲美皇权大帝的人物。 但我看他也就是一个小辈而已,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,一点警觉性都没有,被我突然出手,就救下了圣光帝国的三皇子。 这个金色衣服的男子并不看方寒,而是对着虚空,微微道。 虚空之中,突然一震,又踏出一个千娇百昧的女子。 这个女子虽然娇媚,但是眉宇中却有着一股尊贵的气息。 一双眼睛,空灵中有一种禅意。 身穿粉红色衣服,衣服上面刺绣着一只白色的小狐狸,毛茸茸的滚滚可爱。 抄天大圣啊,你的儿子在方寒手中吃了亏,你这个做父亲的亲子出手,似乎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 我们妖族八位大圣这样出手对付一个小辈,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吧。 我看你以后怎么在吃鸳魔尊面前交代。 这个女子一出现,就看向了方寒。 哼,我需要向吃鸳魔尊交代什么? 吃鸳魔尊在数十万年前,是威名赫赫,连仙人都曾经击杀过。 不过,自不量力,去魔界的中央挑战传说中的世间自在王佛。 想用自己的那套魔教理论去和对方说法,但是连面都没有见到,就被镇压住了。 现在实力大减,又去佛界挑战,迟早要死亡。 金衣男子超天大圣,冷冷道。 况且这方寒,嚣张跋扈,不知天高地厚,居然敢得罪圣光帝国。 不知道圣光大世界,在三千大千世界中排名在第十位吗? 这样的势力,得罪之后,肯定会遭到无穷无尽的追杀。 你狐族有心结交方寒,但他是个惹是精,到时候连累了你们狐族,也未尝可知。 原来是无极大世界,弟弟妖族,八位大圣之一的迷天大圣,还有超天大圣。 迷天大圣是一只狐狸,而超天大圣是一只金翅大鹏鸟。 方寒一震就看清楚了,来的两人是什么人物? 迷天大圣肯定是为了极道大地留下的苍生大鹰而来的。 此音被方寒得到后,在黄泉图之中,瘟养了三千年。 这三千年之中,那狐族的七位公主不停地计恋、参悟,却并没有什么成果。 本来,狐族中有一些公主是万寿境的人物,三千年的时间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寿命。 有的本来已经是几千岁了,在过去三千年就要直接衰老、死亡。 不过,好在方寒仙丹多多,其中有的仙丹,服用一粒就增加几千年寿命。 如天地华阳丹,服用一粒五千年寿命。 有这些仙丹之城,这些狐族公主不但没有衰老,反而修为增进,寿远也大增。 三皇子,我是超天大圣,和你们圣光帝国的天机王有一面之缘。 你当知道我的名头,今天就你一次,你要记住,杀你的人叫做方寒,他的门牌叫做羽化门,在玄黄大世界中。 超天大圣手掌一动,那三皇子就出现在他的身后。 原来是前辈,三皇子看着超天大圣,点点头,目光中闪烁出浓烈的仇恨。 我回到圣光帝国,必定要禀报陛下,踏平玄黄大世界,把方寒此人,还有他的女人,碎尸万段。 是吗?既然如此,那你就拿命来填吧。 方寒也听到了,说话之间,方寒竟然不顾超天大圣,一掌向三皇子劈去。 方寒居然对超天大圣这种妖族圣者,修炼到了戒王境级别的人,都悍然出手。 可见,其性格的确是凶暴,狂野,天不怕,地不怕,有一种视天地为无物的味道。 方寒这一出手,连弥天大圣都吃了一惊。 这个狐族女子妖族大圣,眼神一动,正要阻止,但是已经迟了。 本来以弥天大圣这种级别的存在,任何意念都可以料敌先机。 但是,方寒现在的实力,经过了三千年的苦修,实在是太过厉害。 刚刚更是降伏了黑地朝西翻,所有的积蓄都转化为了力量,晋升为造物镜,领悟造物法则,融合造化之气,盘舞真血,力量接近一兆。 这种修为,已经不是他所能够随意揉捏得了的。 更为恐怖的是,方寒的小宿命树现在也是威力大增。 每晋升一个境界,小宿命树的威力都可以提升到一个极其厉害的地步。 小宿命树可以让任何人都无法计算到它的存在,包括是它下一步想要干什么,现在在什么地方。 所以,弥天大盛也没有料到,方寒在这个时候突然出手。 天地漩涡,炎帝之怒,轮回至盘阴阳五行,宿命晶圆,盘无大力,久久至尊。 方寒这一掌向超天大圣劈了过去,身体上面陡然出现了一道长达十万八千里的河流。 这条河流,横贯在星空之中,其中狂涛木卷,真正的天河在这条河流面前都黯然失色。 更有天地之中,许多时空潮汐之力不断地加持在这条长达十万八千里的河流之上,使得这条河流力量奔腾。 尤其是,表面上看起来,这条河流是滚滚波涛组成,但是,仔细一看,就会发现,这条河流的水波是由许许多多的水神组成。 那些巨大的水神,手持三叉戟,站立在潮头之上,奔腾滚滚,演变出各种各样的水之法则。 这,这就是黑帝潮汐番最为厉害的攻击手段,天地窝旋和不朽鼓雷炮一样,绝品盗器的最强大的杀手锏。 本来黑帝潮汐番的麒麟黑衣女子也施展不出来,不过,现在方寒有了荒神之池,就施展得出来了,而且威力澎湃,远远超越上品道尽。 和这条长河天地窝旋对应的,又是一条长河,是火焰长河炎帝之路。 那火焰长河同样长达十万八千里,其中是岩浆的洪流。 火焰长河这条火焰长河中,水气滚滚,其中出现了无数巨大的火神。 那些火神手持火焰旗帝,也展现出了火之法则,十万里的虚空都烧得爆炸了。 离方寒不远的一颗小型星球都有融化的迹象,一些巨大的陨石在这股火焰之力的影响下纷纷融化,甚至变化成了气流。 这两条长河都长达十万八千里,一条是水河,一条是火焰长河,但是两条河流之上却还是轮转着一尊轮回之盘,上面七十二条魔影催动着轮盘,笼罩了所有时空,把这时空扭曲旋转,有一种塑造星球,创造星域的能力。 三剑绝品倒计,一起催动,而且催动起来都发挥了全部的狂暴力量。 就算是混动镜的高手,完全可以催动绝品倒计,但是也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催动三剑绝品倒计。 但是方寒现在就可以,拥有了荒神之石,把没有可能的事情变得能够做到。 哼,超天大圣,乃是戒王静的高手,看见方寒这一出手,雄霸天地,直接催动三剑绝品倒计的威力。 此时此刻,他完全不能顿走,只能应接。 他的本体,乃是一只金石大王鸟,论起速度来,在妖王之中第一。 不过,此时此刻,什么速度都没有用,三剑绝品倒计的威力完全封锁住虚空,变化万千。 朝哪边躲闪都要落入下风。 超天至宝,纵横宇宙。 在这一刻,超天大圣也真正展现出了他强横的实力。 突然身体一动,背后一双翅膀飞了起来。 这一双纯金色的翅膀,上面到处都是一种暗金色的尊贵符文。 翅膀只有三尺来长,但稍微一震荡,一股风暴横扫星际,长达数十万里。 是纯粹的金色风暴,风的颜色是金子一般的颜色。 这一种风的颜色居然是金子,也不知道是什么风暴。 他的一双翅膀居然也是绝品倒计,不过似乎是并没有修炼成型,而是属于半绝品。 但是,在他的身体之中,一个庞大的世界在运转着,一股股方寒也不能够理解的世界之力。 灌注进了这对翅膀之中,世界之力对于绝品倒计的帮助是一般竞技的人不能够比拟的。 瞬息之间,这对翅膀的威力大增,金色的风暴狠狠地和轮回之盘,火焰河流,水气河流撞击在一起。 轰烙! 一股足可以毁灭星期的风暴,在两人碰撞之间爆发开来。 在超天大圣背后保护着的悬下悬鹰甚至是三皇子,都被这股爆炸的力量彻底震得身体破碎,连体内的空间法则,各种法宝都统统破碎掉了。 悬下悬鹰两人,惨叫一声,元气灵魂在碰撞之间,化为乌有。 只有三皇子修炼到了造物境,身体虽然破碎,但灵魂还在,不过也摇摇欲坠,只剩下细微的元气,包裹着自己的法则。 天地万物,屈服于命运,命运转造化,造化塑造自然。 在这一下对拼之中,方寒浩然的声音响彻起来,三皇子那剩下的元气被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拘了起来。 下一刻,三皇子的灵魂包含的各种修炼法则都被方寒掌握在手上,而空间之中,一切风暴也逐渐散去。 超天大圣,你虽然修炼到了戒王静,但也守护不住这个小子。 你还真以为,把这小子守护在你身后,就万无一失了? 我告诉你,我方寒要杀的人,没有人保护得住。 就算是戒王静,也不可能。 方寒看着超天大圣,傲然说道。 星空之中,超天大圣的身体上没有一丁点损伤,刚刚他一下击溃了方寒三剑绝品盗器的轰击之力,其实实力还占据了一些上风,但是要守护的人却被方寒借机擒拿杀死不由地面上无光,其实是输了一招。 小辈,你找死! 听众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《永生》第388集,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,欢迎您继续收听。